百变小厨房不负好时光 大家好,这里是百变小厨房 眼看就已经是六月初了 那么您身上的救生圈和一圈圈的坠肉已经消失了吗? 如果没有消失的话,你不急,我都替你着急了 柠檬是一种富含丰富维生素C的水果 平时呢,很多朋友都喜欢拿它来泡水喝 也是减肥美容的必备食品之一 柠檬中的一些有效物质经过合理的调配 它的减肥效果是非常惊人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用柠檬搭配上它 连吃三天让你快速甩掉大肚腩 拥有人人羡慕的小蛮腰 尤其是对于梨形身材、腿粗、肚子大的 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其实除此之外,柠檬还有其他更厉害的作用哦 下面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柠檬 用水将柠檬打湿 再加入一勺食盐进行搓洗 柠檬是一种黏皮以及食用的水果 因此我们在用之前一定要将它的表皮清洗干净 柠檬在生肠的过程中风吹日晒 表面呢也会贴着许多的灰尘和杂质 因此我们在用之前一定要用食盐来进行清洗 食盐具有杀菌的作用 并且具有一定的摩擦力 正好用食盐来进行搓洗 就可以很轻松地将柠檬表皮上的脏东西带走 柠檬很多朋友都喜欢拿它来泡水喝 是可以美容减肥的 是因为柠檬是一种富含丰富维生素C的营养水果 一般人都将之作为美容食品 柠檬中所含的物质经过合理的调配 对于减肥是非常有效的 搓洗约两分钟左右后 我们将柠檬放在流动清水下面 反复冲洗干净表面的盐渍 洗干净的柠檬我们切去手尾 因为柠檬首尾处它的果皮非常的厚 一定要切掉 接着将柠檬切成薄片 柠檬富含柠檬酸苹果酸 维生素C甲钙梅宁等 是一种非常受女性朋友欢迎的水果 市面上我们常见的柠檬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是这种的黄柠檬 一类是青柠檬 这里我们准备柠檬 准备一个到半个就可以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 喜欢吃比较酸的 那么就切一个 切好的柠檬片 我们把上面的籽给去掉 没想到很意外 我买的这个柠檬居然没有籽 接着可以将柠檬切得小快一点 对半切开 柠檬之所以可以用来减肥的主要原因是 它含有大量的果酸 可以促进人的肠道消化 促进胃的蠕动 有助于消化我们人体的脂肪 同时它还抑制了脂肪的聚集 并且柠檬里面丰富的有机酸 柠檬酸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可促进肌肤新陈代谢 抑制色素沉淀 因此柠檬也是美容的佳品 柠檬完全切好后 我们现在将它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梨 也用水先将梨的表面彻底润湿 再用食盐进行搓洗 很多朋友想不明白 为什么要进行搓洗呢 因为今天这个梨我们要连皮一起食用 因为梨皮里面含有特别丰富的营养元素 尤其是膳食纤维 而这些呢也是我们今天这道美食中间所要用到的 因此一定要将梨皮清洗干净 那么如果你不习惯用食盐来进行搓洗的话 也可以用面粉来进行搓洗 面粉也具有一定的吸附性 在我们搓洗的过程中 就很容易把梨皮表面的脏东西带下来了 搓洗好后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把梨切成四份 将它的果盒去掉 梨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 含水量特别的丰富 吃起来鲜美可口 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各种维生素 营养非常的丰富 去壳后我们将梨切成薄片 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水果 并且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水果店或者超市看见它的身影 适当的吃一些梨能够起到很好的减肥的效果 是因为梨含有特别高的水分 在吃完梨之后可以增加饱腹感 这样就不会像要吃其他高热量的食物了 另一方面梨的果肉里面还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这些纤维素可以在人体肠道中溶解 并形成一道薄膜 这样就可以有效阻止脂肪和胆固醇相结合 并且可以将它们及时地排出体外 最终达到有效减肥的目的 梨切成薄片之后 我们再盖刀将它切成细丝 切成细丝呢 主要是为了食用起来更加的方便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砂锅 在砂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锅盖先把水烧开 水开后将梨丝倒进来 柠檬片也倒进来 接着用勺子搅拌两下搅拌均匀 盖上锅盖 把锅里面再一次煮开之后 再煮10到15分钟 将梨煮至软烂 梨具有生经止渴 润肺止渴 润肠通便 清造除烦的作用 煮熟的梨可以滋润肠道 并且纤维素含量较高 大便密结者 使用有助于改善排便不畅的情况 煮熟之后 盛入碗中 梨被这样煮熟之后 酸甜可口 并且取出了梨本身的寒性 再搭配上柠檬的酸酸的味道 这道糖呢 喝起来酸酸的 由于这道汤比较酸 那么我们把它酿制到4到50度的时候 可以往里面加上蜂蜜 再来进行食用 吃起来就酸酸甜甜的了 经过这样煮熟之后呢 里面的梨已经被煮得非常的软烂 那么我们在吃的过程中呢 可以把汤还有梨丝一起吃掉 至于柠檬就可以剪出来扔掉就可以了 因为经过这么久的煮熟 柠檬里面的味道 已经完全组织到这个汤里面了 我们往里面加入蜂蜜 不仅可以让它吃起来更加的好吃 增加口感 并且蜂蜜还具有一定的润肠的作用 这样使用起来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排出成年的素变 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垃圾 并且蜂蜜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和氨基酸等多种营养成分 这些成分还可以帮助我们美容养颜 对我们的肌肤非常的好 经常便秘的朋友不妨试一下这种做法吧 便秘好了 身材自然也就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请用您发财的销售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 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那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